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这一集我们谈两个人,谁潘石屹,谁马云 那主要就是说说潘石屹 马云就是顺便提一提,一笔带过 因为这个人提的够多了,也没什么好提的,对吧 他们呢,最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底尔贝 当然这个底尔贝呢,是都是制造的 但凡站在国家,但凡站在民族,人民的对立面 他都不会什么,有好果子吃 他们的倒霉,他们的遭殃,将会是我们们的快乐 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这个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 首先我们来看,黑石撤退 潘石屹,卖身失败 立案审查一个月后,SOHO中国与黑石的交易宣告正式终止 9月10日下午,SOHO中国公告称 鉴于目前满足收购要约的先决条件进展不足 各方一致认为,无法在要约最后截止日当天或之前满足先决条件 经各方一致同意,黑石集团终止对公司收购要约 这意味着,潘石屹和张兴这对夫妇卖掉SOHO中国股权的计划正式告吹 他们本身而,他们想全身而退的计划再次失败了 担忧变成现实 此前被立案审查的时候 市场对这笔最高支付对价236.58亿港元196亿人民币的交易就已疑心重重 市场担忧,在目前经管环境下 以及潘石屹的自在的各种话题属性 这场交易能否顺利获得市场监管总局的批准 潘石屹能不能顺利套信离场 没想到一个月后 这场比交易没等来市场监管总局的答复就结束了 按照公告SOHO中国和黑市之间的这笔交易 无论任何出要约的先决条件已获达成 同时,各方共同评估了满足先决条件所需的正在进行中的评估程序 以及在要约时间表内完成该程序的可能性 各方一直认为无法在最后截止日当天或之前满足先决条件 各方也一致同意不会推迟最后截止日 为解除公司在收购守则向下的持续义务 并维持有序的股票市场 各方在咨询执行能源后决定并一致同意不做出要约 此前SOHO中国还在9月6日公告称 就要约方收购本公司全部以发行股份设议 要约方已提供进出进一部文件及材料 以回应监管机构关于补充额外信息的要求 而要约方已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获取审查工作能带进行 要约方已经被进一步要求提供更多信息供监管机构审查 目前不确定审查程序用于何时完成 有尝试从事跨境并购交易的律师表示 这就是说交易是黑市和SOHO中国主动终止的 在限界条件均未达成的情况下 双方交易主动终止 双方主动终止交易 是认为获得审批通过会需要很长的时间 黑市作为一家PE机构 显然预期的是交易很快就能通过 而不是一直耗着 毕竟它的资金都是有成本的 前述律师表示 就是说什么意思 黑市作为一家投资机构 它也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它作为投资机构 它的钱本身就是比如说是募集过来的 比如像你看它之前 在中国募集了大概六十多亿元人民币 对吧 这些钱它都是有本的 要在规定的周期内 支付利息也好 支付收益也好 本金也好 这是它的作为一个投资机构的 一个重要的特点 那么这个监管位为什么这么长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很清楚 我相信作为任志强的白手套的潘石屹 那任志强被判18年 潘石屹我的儿子潘瑞 又在中印边境冲突当中 对祖国阵亡的将士不闻不问 不问不问就算了 相反的还造谣 对不对 还用这种谩骂重伤 造谣 讽刺 抹黑的方式 来评价我们的人民子弟兵 那么现在这小子呢 被这个北京朝阳派出所 给什么通缉了 网上通缉了 现在他怎么在英国 好像是吧 没回去 当然潘石屹 他想要跑路 我当时就觉得 人人都知道潘石屹要跑路 他跑得了吗 对吧 正是因为他跑不了 我的儿子潘瑞 才要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这是一种什么 歇斯底里的 说明这小伙子 这个高材生啊 哈佛的吧 说啥还是耶鲁的 火候还不够 想要替父亲吹一口气 但是我说过了 能被任志强选中的白手套 他本身就有局限性 因为你不能比任志强智商再高了 你比任志强智商再高了 这一些本主 他会没有安全感 我一个白手套 到最后会不会把我给黑了 会不会像 深圳市的许中恒 是吧 他出事了 黄有龙 他的司机就把他钱给黑了 是不是 那像这个 还有一个谁叫纪小波 对吧 搞那个赌场的 他不就把他车封的钱给黑了吗 是不是 所以说各位 这个 任人都知道的事情 他就做不成功 中共是傻子吗 当然 这些都会被列入国家安全的范畴当中去 你想套路 想跑路 很多人都说他要跑跑跑 我就有点纳闷 搞不懂了 就算他这笔交易完成了 他这笔资金能出去吗 就算在海外完成这笔资金 黑石傻逼吗 他以后在中国他不想再做生意了 那有更大的蛋糕可以做 他不想再做生意了 当然不是了 对不对 那这笔钱 就算不管在哪里支付好了 我就拿最坏的打算来说 他就算在境外支付这笔钱 对吧 在境内给潘石屹夫妇这笔钱 那我请问他拿到这笔钱 他中国边防 中国海关会让他走吗 你这种钱都是什么钱 你是通过任志强这种关系 巧语豪夺来的 是不是 SOHO这个项目 所以说很多人都担心他害怕 是吧 担心他跑路 怎么可能跑得了路呢 就好像人家说赵薇跑路一样的 一会儿又他妈造谣说 说这个国安部副部长董英伟跑路一样的 就是说这些信息你拿到之后 对吧 你第一时间你要分析 你要有常识 你要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能不能走 航线是哪一条 对不对 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基本的 就好像 这个 台湾的F16这个战机 老兵第一时间说 我说这个是解放军的软杀伤弄掉他的 那有的人 那还有的人造谣说 哦 跑到附近来了 来投 来投城了 对吧 那谣言点击量肯定大了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 这种事情你觉得可能吗 这就是不清楚 美国的战机有这个飞控系统的 你只要超出这个半径 马上空直部就把什么 把你油路给 飞机上的油路给 冲过远程方式给你切断掉 你马上就坠海了 所以说 稍有点常识的人 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 所以说就像董英伟出逃 赵薇跑了 潘石屹想跑 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那潘石屹 对吧 他之前六亿美元 投给哈尔弗 这个是什么 确实是把中国的这个钱 他是资金外逃的一部分 资金外逃一部分 当然 他是一个逆向民族主义者 他在他眼睛说 为什么现在 中国要出手 要整顿这些头部企业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 只把中国老百姓当作 韭菜 当作 他们是有一种殖民者的思想 和这个什么买办思想 当作 是他们可以 愣一割的韭菜 但是 他们这些企业 上市时候都不会在中国上市 他在这里割韭菜 来源于业务 业绩主要来源于这个市场 但是他当要于 要分享这个业务的时候 分享这个红利的时候 他就把什么 中国老百姓 抛得他妈远远的 那这样的企业家 当然是 我们希望他出事 希望他倒霉 是不是 他倒霉 我们就什么 就觉得挺爽的 同样的 他儿子 现在就是 我觉得这种状态 也挺好的 父子俩一辈子见不了面 他儿子不是不打算回国吗 因为你回国 按照这个情况的话 可能他要被判刑 判个一两年吧 至少 你这个侮辱英烈 这个都是有立法的 是不是 那可能判个一两年 那永远都不回来 那潘石屹也不可能 让他走 那这样也挺好的 是吧 父子俩永远都见不了面 这是好事 这就是对他的惩罚 让他见不了他儿子 是吧 父子俩没办法拥抱 是吧 他这个潘石屹啊 很在乎他这个儿子的 不然的话 也不会说 戒指我的儿子潘瑞 是不是 说明他很在乎 那这样的话 骨肉分离 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那他人说 你又 是吧 又说这样的狠话 不是说老兵说这样的狠话 那不是他们自己捉的吗 他们自己 这家子没知识 没文化 不就捉的吗 对吧 这潘石屹在他老家 你看看他 他那些老乡 把他说成什么样子 这一货色他妈的 坏到骨子眼里去了 现在这样子是好事 都他妈是报应 让你他妈心眼坏 这潘瑞 我在担心 是不是在海外 会他妈出事 是不是 就他那个智商他妈的 在海外会不会招了一些人 被人 我跟各位讲 很多人都很傻逼 认为逃到国外去 你逃到国外去 你他妈更容易出事 你懂吗 因为在海外做点事 比在国内做得更容易 明白吧 海外他们黑帮分子 乱七八糟人更多 这个确实 浪人很 很那个啥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马云吧 这是潘石屹 潘石屹想跑路 完蛋了 你上哪跑去 你往哪跑 天罗地网的 马云低调现身 视察蔬菜大棚 引发揣测 深陷中国监管风暴中心的 阿里巴巴集团 创始人马云现身的照片 周五在媒体及网络 被公布后引发揣测 马云一日在浙江省 拼湖市现身 似乎在视察自家集团的 几个数位农业大棚 他这次现身距离 5月10日公开露面 已将近四个月 中央社报道 马云现身的照片 周五在媒体及网络 被公布后 引发不少中国网友揣测 经对赵发现 马云一日视察 上述农业大棚后 阿里巴巴二日便宣布 捐助人民币1000亿元 作为中共号召 共同富裕助力之用 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 受到注意 有中国网友认为 这些照片应该是 最近所拍摄无误 但因为为何在 尽管风暴 炉火炉荼的情况下披露 似乎有可能是 刻意向外接报平安 也是借此向官方表态 支持农业发展 而非执着于金融操作 综合中国财经媒体 电商报道及网络图片 马云一日以白水小帽 早红色T恤截 浅灰色长裤 纯休闲造型 视察一个大型的蔬菜棚 并四五名 看似阿里巴巴的干部 及员工交谈 深情写的专注 但不是轻松 根据导视及有 网友对照 马云视察几个蔬菜大棚 四世阿里巴巴 在浙江贫湖 自设的树位农业大棚 不过阿里巴巴 到目前为止 并未对马云的 这个献宗 做出说明 做出说明 所以我跟各位讲 马云所谓的退休 都是什么 扯淡的 所以我说他 你就别在微博名 叫什么乡村教师代言人 你代言不了乡村教师 等会吧 乡村教师是一群可爱的人 但你他妈是可爱的人吧 你叫这个网民 你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是一个可爱的人吗 你是一个内心非常猙獰的人 你是一个中华民族 头号败类 你懂吗 你他妈勾 你他妈甘愿做索罗斯这些人 来奴役中国人的这个打手 你甘愿做 中国城内的喇合 要主动开城门的人 现成这现成那 你不是退休了吗 退休了就好好的去 你就是你乡村教师代表 你别说你是乡村教师代表 你就到他妈中国乡村去教书去吧 行不行 不要说自己是代表 不要叫这么可爱的名字 代表 被代表一群什么可爱的人 是不是 你不是 你懂吗 你他妈的没有去教书 对吧 你想的还是怎么样 他妈放高利贷 你就这样的人 确实令人很唾弃 让你令人很反感 你不要以为中国人都是傻子 中国人都很聪明 看的都很透 现在对你就是很反感 你的那个嘴脸 让你令人很恶心 所以说吧 这些呢 你看大家想想想 都都最一个都挺牛逼的 是不是 在人民民主专门面前 都不都是可以 都不都是服服帖帖的吗 是不是 有啥呢 混一辈子 现在有钱你 你也不能怎么样去享受什么 去花是吧 整天他妈的睡不着觉 是不是 这个睡不着觉 不是说谁来整你 而是什么 自己缺心 亏得事 缺得事做多了 亏心事做多了 是吧 所以说 我说中国的企业家 真的 习近平已经指出了一条名路了 你得像这个南 在南通这个张甲一样 爱国 首先你得爱国 你不爱国 你想搞买办 你想搞私有化 你想搞奴隶制 那不好意思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敌人 什么磐石 义 什么马 将来啊 都是一抽万年的名字 定在民族的耻辱柱上的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赖 喜欢点赞的订阅 谢谢各位 谢谢